就在外面有很多选美的比赛吗 你是从哪里听说过我们 然后为什么想参加我们 这个美国华裔小姐的选美比赛 我是从我妈妈嘴里听到的 然后我有在微信那个周刊上面关注的 然后我觉得参加这个比赛 可以让我更加丰富的人生乐力 跟提升我的自身涵养吧 因为我也挺喜欢站在舞台上的感觉 就是你参加 就是我们就是去 当你报名这个比赛的时候 你肯定会有想过很多场景 就是你在比赛过程的场景 然后呢 当你真正的就是自身体会 真正在过程中 有什么不同吗 还是跟你想的一模一样 我可能会觉得会比较严格 然后会很严肃的氛围 但是来到这里之后我发现 其实大家都是像朋友家人一样 就很放松 虽然说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 还是要follow那个规则 但是我觉得认为大家还是 就是相处的很好 好 所以你现在是在校学生吗 还是从事什么职业 我过了暑假时大三 有做part time 学什么专业的 学murton 哇哦 以后是个天使呀 我想知道你可以告诉我就是你遇到过最尴尬的事情是什么 那你印象最深刻但是最尴尬的 可能是小学的时候老师问我问题 然后我心里已经想好要怎么说了 但是站起来之后就是紧张了 对就结巴了 然后可能就快哭了 然后我觉得是最尴尬的 那你会看待就是输赢吗 因为你参加一个比赛有输有赢 你对输赢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认为输赢不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你能学到什么 然后就算就算我没有进入 没有成为赢家 我认为我在这个过程中我能得到的经验呢 然后交到的朋友啊 认识到的人 人脉 我觉得都已经是我今年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情 哇 酷 然后呢 就是你刚才也说了 你之前在小学的时候这么写的困难 你觉得你还有什么其他就是困难呢 你印象深刻 然后你是怎么克服它 其实基本上就是在很多人面前的话 我还是会有点紧张 可能语尬住 然后说 有时候说话 可能脑子里会就是已经想好要说什么了 想法很多 但是有时候说出来可能就说不出来了 对 但是我有在努力克服 那你是怎么克服它 我会在家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视频 然后就会锻炼 还有看那些经验 该怎么样去让自己更放松 更放松 然后在很多人面前如何更自然的去说话 然后带动气氛 可以啊 那你在你的朋友圈里面 你是那种气氛淡淡吗 如果没有气氛淡淡的话 那我绝对就是那个气氛淡淡 然后可能会有一些 他们说的比较好 他们说的话比较多的话 我可能也会就是放开自己 对 如果大家都很安静的话 我应该就是那个第一个说话的 没问题 我的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喜欢提前计划的人 然后这个正好就是需要计划性的 就像比如昨天晚上可能就要想好 今天要穿什么 然后要戴什么首饰 然后几点起床这样 然后虽然说我是I 可能他们说INFJ 就是没有全部I人的时候 我就会是那个E人 就是临时上阵是吗 对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很多年轻人 除了这个方面 就是星座方面 你相信星座吗 就是这些 相信 那你是什么星座的 我是天秤座的 天秤座 天秤座 你可以给我们大家了解一下天秤座 天秤座是属于 大家想到天秤座的话可能先会想到外貌协会 然后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天秤座会对自己比较要求比较严格吧 然后就是外貌上的性格上的所有东西可能都会 而且会想的比较多可能会比较在意别人的想法 I see 因为我们每个人 就是我觉得世界上基本每个人都非常在意很多人的想法 因为我之前看到过一个就是他们反望了一群老年人 就是他们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 然后呢 大部分人都说就是太在意别人的看法 那我想问你一下就是怎么去克服这个焦虑 我觉得就是人生 如果你把它当做一个 就是你如果你心放得很开 然后把它当做像我刚刚说的游乐场的话 你会觉得所有的可能别人的看法对你来说就是一种建议 你可以接受可以不接受 你觉得对你有利的你可以就是听取听取别人的建议 然后去改进 但是可能有一些就是不好的说法只是为了打击你 你就可以把它fush开 就像游乐场的共产车一样 你直接就把它撞开 你不需要理它 那如果你把这个就是别人的看法看得太在意的话 可能你就会很小心翼翼的去活着 就会数不到 嗯 就没有太多的乐趣 哇 That's a really deep answer 好 让我们现在来点更轻松一点 你现在最喜欢的音乐是哪一首歌曲或者是歌手 我一我大部分听的都是韩文歌 因为我跳舞的话也是跳的是K-pop 所以我比较喜欢金泰岩少女时代金泰岩的I 它是一首就是破茧成蝶的一首歌 就是无论你可能原本只是一个普通人平凡的人 但是你也可以破茧然后散发出属于你自己的光芒 哇 然后你还会跳舞呀 所以你是基本是跳K-pop 五种这些吗 还是还有其他不同的 就K-pop 然后最近有在学Jazz That's interesting 那你最喜欢看的电影是什么或者电视剧 电影 最喜欢泰坦尼科号 你知道里面有什么台词呢 你非常或者场景非常印象深刻吗 I'm the king of the world Yes you are the king of the world and the queen of the world 就你觉得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真诚吧 你可能会世界上的人可能都会有点虚伪但是只要你真诚的去对待别人我觉得别人也会用同样的真诚来回复你 我觉得可能真诚就是你在世界上如果你虚假的话你可能会很累然后但是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你想做的就去做出来保持真诚的自信就可以了 对我非常同意因为当你说出了一个谎言的时候你需要用十个谎言就是因为每个人的经历都是无限的没有都是有限的是吧但你去想这些时候你可能会忽略到一些事是吧 来告诉我你的人生名言是什么 Self love is the best love 非常的不错 对因为我觉得自己得先学会爱自己我们才能有能力去爱其他人 那你是从小到大就生活在纽约吗 我是十岁的时候跟随着妈妈来到了纽约的 那你就是你是怎么去适应这个环境的 一开始的时候还是就是首先我就是一个不太喜欢不会太主动跟别人说话的人然后但是因为一开始来到小学的时候 然后就是交到了第一位朋友然后就慢慢的跟大家熟络了起来然后可能英语我英语在中国学的还就是第一名在万里第一名可能会跟大家就交流的比较好 I see 那父母是从事什么工作还有你是家里的我一个我吗 那父母是从事什么工作呢 就是做牙齿那边方面的 I see 那你是家里唯一一个孩子吗 对 多胜利 还不错 家产继承